兩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過萬重山 大家好 我是任聚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是中秋連假 之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那台北股票市場也表現得不錯 目前盤中上漲了67點 那我認為中秋節過後 整個行情會好起來 它會越來越好 因為就資金的角度來看 我說有第二波的資金行情 它準備要啟動了 它準備要再度來做一波 大波的一個台股 但是在連假前夕 因為你今天禮拜五 晚上美國股市有交易 然後禮拜一禮拜二 我們在休假 那美國股市它還是有交易 所以在這四天的連假當中 其中有三天 美國股市有交易的情況下 這些資金當然它先hold住 它先hold住 可是就整體的多方的格局來講 真的它完全沒有改變 那你在這種緩跌 或者是在量縮整理的格局當中 你被嚇到了 你可能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選擇出場了 那未來中秋變盤之後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所以我說新台幣升值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 第一波資金行情 它來的時候 新台幣大升五角對不對 那時候加權股價指數 從一五一九點喔 一五一五九點喔 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九點 急拉到哪裡 光這一段的上漲 它漲到了一萬八千點 那同樣的 我說第二波資金行情又來啦 一萬六千兩百四十八點 那時候八月二十二十號的時候 你去回頭去看看 那一天台北股票市場最低點 就是整個新台幣轉折的時候 所以有人在這個地方 他非常看好台北股票市場 一直把錢匯進來 一直把錢匯進來 一直把錢匯進來嘛 那他匯進來要幹嘛 我們的政府有規定啊 外資你進來台灣 你不買股票你就出去嘛 你不要來這邊炒會啊 你不要在這邊 做我的新台幣 把我的新台幣 這個弄到升值 我的出口衰退 他不要這樣嘛 那這些錢竟然要進來台灣 他只能買股票的話 那他會選擇 什麼樣的方向去做佈局 我覺得這個就很重要囉 所以呢 就算未來有第二波的資金行情 也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會賺錢 你如果選錯方向 你如果選到了 第一波資金行情的標的 那未來大賺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要找到 未來的機會在哪裡 而不是說 以前漲過的股票 現在再去做佈局 那都太萬了 因為人家做完了 他也不會再去做這些了 那第二波資金行情的效應 會在哪裡出發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談嘛 你要注意美國股市的表現 昨天廢半指數很特別喔 道瓊指數再跌 結果廢半指數創歷史新高 他創新高喔 這不是什麼幾天的高點 什麼一天兩天的高點 沒有他直接創歷史新高 所以我說美股顯露出一個 非常重要的資金訊號 我今天美國的股票市場裡面 費城半導體指數創歷史新高 代表說美股的投資人 非常重視整個半導體業的發展嘛 未來的成長前景是樂觀的啊 否則費半指數怎麼會創歷史新高 道瓊指數還在跌耶 所以我說台灣是未來半導體的 這個最重要的生產基地嘛 那現在呢 當我的美國費城半導體創新高的時候 會不會有資金來台灣投資什麼 半導體相關的個股啊 所以我才會一直跟大家談說 未來台北股票市場 你要注意的三大主流叫車用 叫半導體叫蘋果 其中最重要的是車用 車用會帶動半導體的需求成長對不對 那車用裡面你又可以再細分喔 包括組裝包括電子零組件喔 那半導體的部分呢 你還可以再細分喔 包括半導體材料半導體設備 甚至晶圓代工 所以我講的這些內容 我講的跟你講的未來 它是非常細微 可是呢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他所沒察覺到的 因為他看不到資金的流向嘛 他搞不清楚行情的方向在哪邊啊 所以才會一直叫你再去買航運 再去買鋼鐵啊 就算你今天看到了好了啦 航運鋼鐵真的今天喔好啦 長榮漲起來了漲了2.82%啊 陽明漲起來了OK漲了3.81% 萬海漲起來了漲了3.99%對不對 那重點在於說 你把它時間拉長來看 他們現在都還是怎樣 任何一個時間點買 除非你買在最低點啊 否則你都還是虧損的狀態啊 那我說資金行情 第二波資金行情要來啦 這些股票它可以做一個撐盤的效果喔 可是呢它讓指數不跌 不見得它會漲上去啦 它不見得會漲上去啦 所以你要找到未來的機會點下去做一個佈局 那我講了 既然半導體是現在美國股市最重要的關鍵嘛 那你當然要往半導體的方向去做投資啊 你要找半導體的族群下去做佈局的一個動作嘛 所以呢你 你再看看這個市場的新聞 你會發現到說原來很多外資啊 它在玩兩面的手法 就是說我告訴你半導體不好 可是它悄悄的在買半導體 可是你的老師會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告訴你跟著它一起講說半導體不好 結果你把你的半導體股票賣掉了 然後呢再去投資第一波的資金行情的效應的 那一些標的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未來指數在大漲的過程 由半導體在做急拉 結果呢你的股票我們崩不動 所以我說看新聞真的你要看重點啦 像這種大摩告訴你說 晶圓代工不再短缺 最快第四季砍單有沒有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我差點吐出來 我真的不知一聲差點笑出來 我說你也比較拜託耶 人家晶圓代工包括 就是台積電的部分 我說台積電它才剛剛才在做漲價而已 那如果你是台積電的話 你會在一個我有可能砍單的情況下 然後告訴你說我要調漲價格 那不是突然壞掉嗎 你覺得台積電的高層有這麼笨嗎 所以我說當你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說你要回想一下 看看人家台積電 它準備要調漲代工價格對不對 人家股價已經走一個V型反轉上來了 那我股價走一個V轉上來 就預告一件事情 這就是有人在頭背嘛 就是有人在偷買啊 有人在做進場佈局的動作啊 那你看喔 外資告訴你說台積電啊 未來晶圓代工會不好啊 那重點是人家這麼這麼買這麼多 買在這個地方 他買這麼多他的意思是什麼 人家就是在做這一檔股票嘛 那重點還有一件事情啊 你說好大摩調降金元代工 他最近有大賣嗎 他有發出這份報告出來之後 存現一個大賣的情況嗎 都沒有嘛 所以你回頭再去想啊 當你在看這種新聞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像我一樣 不知笑出一聲來 我說未來晶圓代工 會有很多的需求出來 未來整個全球的晶片 會缺到一個爆炸 會缺到一個爆炸 因為蘋果2024年 他要推Apple Car 這個市場上 大家都還沒有去關注到 我先幫你做Ready 因為我本來就是 跑在趨勢的前面 這些東西都還沒有人討論的時候 我先跟你講 那你等到未來 全市場都在講的時候 你已經坐在轎上了 這不就是你最希望的嗎 包括說Winmoo的部分 我也講很久啦 自駕車他要啟動四成計畫 三年之內他要進駐舊金山 我問你他三年之內 要開始進駐舊金山 他這兩年不用先開始找供應商嗎 你光一台車子 因為我以前待過汽車產業 所以我很了解 從一台汽車 從開始規劃到整個量產 你知道最少需要多久的時間嗎 最少都需要兩年 最少都需要兩年 兩年只是改款而已 他如果真的要把一台車 從無到有生產出來 都至少需要五年的時間 那你說Winmoo他現在要來台灣 他現在要開始做他的自駕車 要開始大量生產 那你光這三年的時間 你就要開始找供應商了 他就要開始去尋找 尋覓他的供應商了 你說台灣是全球最重要的 半導體生產基地 我們又有最完整的供應鏈 所以現在你以前那種3C產品 都在台灣生產的 未來這種自駕車的技術 這種電動車的技術 不是也要來找台灣嗎 所以我看到是一個很龐大的商機 很大的未來啊 所以我才會一直跟同學們講說 改變世界的新科技才是最重要的 包括車用的部分 包括半導體 包括蘋果的部分 因為蘋果未來Apple Car一出來 那真的喔 當庫克站在他那個 那個這個 他的那個發表會前面 後面站了 後面開了一台車出來 然後那一台叫Apple Car 你覺得 整個車用不會飆到翻天嗎 所以我說我看到的是一個 很長遠的未來 我看的東西其實跟Intel執行長 他看的東西是一樣的 他認為說半導體 未來佔豪華車的原料成本 會達到20%以上 2019年才只有4% 只有4% 那如果說我現在4%成長到20% 那也就是說 我光半導體原料的部分 就成長5倍了耶 5倍喔 你知道台積電再怎麼會擴廠啊 再怎麼會擴廠 它3年頂多擴增1倍而已啊 3年擴增1倍啊 那你說車用未來呢 它要成長5倍 我說這種需求 一直要往上去做增加的時候 那你說擴廠的計畫 怎麼趕得上這些變化啦 他講只是5倍啊 未來Vimu再出來的時候 那可能一台車子裡面 有一半都是整個半導體原料耶 所以我看的機會很大 我說台股當中有很多 很好的標的 它是被挫殺的 它是在這一段時間當中 它只是做休息 它不見得要轉彎 尤其是在台積電方面 尤其在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鏈裡面 強制股拉回站在買方 你要買在人家最不想要的時候 因為等到整個 大家都開始搶股票的時候 這些股票漲上來 你才有獲利 你才有錢可以賺啊 所以呢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要分享一些股票 這些標的喔 就是我一直跟投資朋友們講的 有一些半導體的機會 有一些車用的機會 它會 未來會怎麼樣大爆發 我們廣告回來 繼續再講 再加一 掐捷裡 588 再加一 速播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 不再 旺鼓欺探 特別開放 專線 讓您 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中秋夹節 月圓圓圓 運達同步 祝您 核家圓圓滿滿 夹節裡 588 再加一 夹節裡 588 再加一 速播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任俊 在11點到11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加雄股價指數繼續漲了啦 目前已經漲了將近快100點左右了啦 那給大家過一個非常好的中秋節啦 那當然我認為啦 中秋過後它會越來越強 因為呢 之間的效應已經告訴我 上一波1519點可以漲到18000點 那你同樣的 現在來到16248點 你覺得會不會過歷史新高 會不會再創歷史新高 資金的流向會決定未來行情的方向嘛 所以呢 當有錢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好辦啊 你今天外資會了幾千億的資金進來 你覺得台北股票市場要漲個2000點 3000點會是困難的事情嗎 當然不會啊 但是你要選對方向啦 因為我認為 電子股它會複製傳產股的奇跡喔 它會複製傳產股的奇跡喔 因為你在美國股市當中 你已經看到了 費城半導體指數 它已經先創下歷史新高了 它已經先突破歷史新高了 所以你要怎麼選股票 你要怎麼低進高出 哇這就是考驗一個超反手的能力了啦 但是我也不見得每一檔股票喔 我也不是告訴你 每一檔電子股它都能買耶 我有鎖定一些目標來去做操作啊 包括了車用的部分 包括半導體的部分 包括蘋果的部分 這三大主流才是我會去做的股票 其他的我覺得興趣缺缺啦 比如像說很多投資人會講的 你可能手上握有2327的國具啊 這種股票呢 老師為什麼不買 因為它產業趨勢改變了嘛 我們也曾經做過啊 但是呢 當我的產業趨勢改變了 對我來講 我就不會再想要去碰它了嘛 因為呢 它沒有辦法給我帶來很大的獲利啊 它沒有辦法 就是說它股價的下跌 不會改變它整個產業的發展 不會改變它整個產業 目前供給需求的狀況嘛 包括2492的華新科也是一樣啊 如果你買這一些標的 當然你會覺得好像行情很差 可是我說現在的資金 它就是往半導體移動 你要找的叫做半導體的機會 跟未來車用的機會嘛 所以呢 包括我當時在買這個 我說半導體材料這個很重要啊 台積電溶劑獨家供應商 它雖然掛在所謂的化學概念啊 它是化學品對不對 化學類的 可是呢 因為它已經切入台積電的供應鏈 而且它又是提供台積電獨家容器 它已經算是一檔電子股了啦 電子級的原料 那我之前跟大家談為什麼我這麼看好它 理由很簡單 全世界喔 全世界最厲害的這個所謂 這個半導體的這個融劑生產大國叫做日本 叫做日本 那日本它光這個原料的部分 就可以把整個韓國給打發了 當時日韓貿易大戰 那日本就直接幹了一件事情 我不要你的 我不要我日本的這個溶劑出口 結果 韓國整個半導體業 哀嚎片也差一點斷線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溶劑這種東西啊 它雖然是一個化學品 可是沒有它也真的不行啊 那我們台灣有個最大的公司叫做台積電 那台積電它本來需要的量就很大 除了日本要工藝以外 其實我們台灣有兩家公司也在做 一家叫長春化工 一家叫聖衣就是它嘛 那長春化工沒有上市啊 所以你也買不到啊 那可是呢聖衣不一樣啊 你可以買得到啊 當時我買在127.5元 我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我說以它今年的EPS 將近快9塊錢來看的話 這支鉤票真的太燙了 而且你從量占比的角度來看啊 600拉升到60 這一根一根大量長紅 這是實買盤喔 這是真的有人在偷買 才會做出來的結果 所以量縮回檔 未來當然就繼續漲嘛 那主力沒有走啊 如果主力今天它走了 那照理來講它不會走量縮啊 所以量縮回檔 未來會繼續漲的情況下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那你就看到聖衣後來再創新高 來到哪裡 138元 140塊嘛 那後面再繼續往上創新高 來到145元啊 甚至呢最高點來到150塊錢 來到158塊錢 但是我對它 那就算它今天回檔 就我的角度而言 我都是賺錢的啊 我只是少賺一點點而已啊 可是呢重點在於哪裡 你的買點如果在這個地方 你不會今天因為一天兩天的震盪 你就改變你的想法跟方向 因為今年賺9塊錢 我相信這個是很明確的 那你說股價跌下來 對我而言它是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好買而已 所以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我覺得以它的技術面的角度來說的話 量大高點它不是最高點 未來這個高點它都會過去啊 它都會過去啊 可是前提在於 你有沒有辦法在127塊錢的時候 你先佈局了 甚至在拉回的時候 你還可以持續的做加碼 不受到整個市場上面的影響 不會受到就是說指數跌下來 連跌4天就開始轉空頭 如果你的想法是變來變去的 那我相信啊 就算有真的好股票啊 你也會因為一天兩天的震盪起盤 你就怎樣 喪失掉了 你就錯失掉了嘛 包括生貿的部分也是啊 我每天講的都是這一些啊 就告訴你半導體材料啊 那我在買的時候 它也沒漲啊46塊錢啊 46.8元啊 下去做佈局的動作嘛 那重點在於 這一檔股票我就講了 它有做高階席的材料 高階席高 未來會切入所謂先進封裝製程 那台積電除了晶圓代工以外 它還要往先進的封裝製程 來去做一個賣進嘛 先進封裝製程 是未來台積電重要的發展目標嘛 那材料跟誰拿啊 如果說它可以做到高階封測材料的話 那當然有機會打入台積電嘛 技術能力夠強啊 再加上說未來mini LED micro LED 甚至現在的太空科技喔 都會用到這個錫高 那你覺得它這個產品未來怎麼樣 會不會有無限可能 開始有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成長空間存在了嘛 那這些錫高的東西 它現在才剛開始小量出貨而已啊 那它都還沒有進入到它所謂的成長期喔 還沒有到所謂的高原期喔 因為能夠做的廠商不多 現在開始小量出貨 未來開始大量出貨 整個營收獲利就會爆發開來 那股價它在回檔的時候 它在震盪整理的時候 強制股拉回站在買方啊 但是前提在於說 我已經先看到這一根有沒有 這根大量出貨啊 這根紅通通的大量 代表說這支股票 開始有人在購了對不對 量占比從700來到350 那我的主力成本區間在這裡 那我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才會無窮大嘛 有的已經悄悄在做佈局了 可是它在做佈局的時候 很多市場上的專家看不到 因為他們現在只在忙著 處理它套牢的鋼鐵 處理它套牢的航域 處理它套牢的面板啊 那不怪啊 這種股票都沒有做到啊 那你說大盤在跌連跌四天 它今天說實在的 它也是創新高來到54塊錢啊 如果你的買點跟我一樣 那是不是向下空間有限 向上獲利無窮大 那我也沒有叫你去追喔 我說你要買股票 我從頭到尾都不是 叫你用追價的方式 我說你要回來再買 拉回的時候下去做佈局 把風險控制好 你才有獲利的空間嘛 這個就是我操作的原則啊 當我這檔股票有人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有沒有 那我就順著資金的流向走 他在買什麼我帶他去買什麼 他現在要買半導體 我就買半導體 他要買車用我就買車用 所以我才會告訴你說 人家現在在佈局的方向在哪裡 第一波的資金行情 跟第二波的資金行情 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包括半導體設備股 像這個星雲啊 星雲也是喔 當時大量出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說量占比1000來到200 未來會成為全台北股票市場 前200大熱門的標的 那你就看到後面是不是創新高 我買在62.3元後面創新高啊 但是創新高我不是叫你創新高去追 當時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看到他漲上來 每一個人都告訴你他有多好有多好 結果呢摔下來了嘛 但我沒有因為他跌下來 就告訴你他不好 我要等的是什麼 加碼的機會啊 3583的星雲 再好的股票我告訴你 你都要買在量說的時候 因為大量很多人去追嘛 那小量呢 代表有人在這個地方受不了出場啦 那你受不了出場的時候 股價這個地方 它表現的都是虛的 它都是虛的 當我真的有資金量 人在帶出來的時候 那個才是最真實的 所以我說你要怎麼看資金的流向 很重要啊 從量占比的角度去出發 從價格的角度去出發 你才會找到真實 未來行情的資金到底在往哪個方向走 那未來呢 包括在車用的部分 10月份有一件大事情 就是這個MIH大聯盟對不對 MIH現在那一台車子已經出來了啦 它已經出來了 那它出來之後 現在已經在網路上面掀起一波 討論的熱潮 那我認為如果MIH大聯盟它成功的話 包括車用的部分包括半導體 包括蘋果都是未來很重要的標的喔 你不要小看車用喔 當車用的商機一起來 大扭鼓它都會飛 你看看今天 2001的玉龍 哇創下新高對不對 如果你是買鋼鐵 你找不到這種股票 那重點是它是什麼 汽車相關的族群嘛 所以呢 改變世界的新科技 包括在車用的部分 包括在半導體的部分 它已經越來越熱了喔 它已經開始在溫水煮青蛙了 你一旦錯過了這個行情 錯過了這個機會 我不知道你還要再等多久 還記得你錯過了腹頂嗎 你錯過了尼克森嗎 你錯過了巨響嗎 我希望說你要把握 這個中秋節變盤前的 最後佈局的時機 那我們公司也推出加節理 588再加1 588再加1 詳細的情況 歡迎你打電話 撥通電話 來跟我們做洽詢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又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呀